八十年代老火车站、长河公园原貌真是沧海苍田。那时候谈棉花,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,德州市儿童乐团开幕。交警背后的公厕处,就是目前人民医院的大门口这个交警真帅,粮油供应证,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。 现场,现在所有人工和,大部分,都是那个年代八地方,铁仙,叫车子,一铁仙一铁仙发出来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教学情形。那时候孩子不玩电子产品,小学几乎没有戴眼镜的,现在好多小眼镜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湖滨路上的后车厅,人们在有序排队上车,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湖滨路。 肖和装旧貌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林县高家大队的社员,正在讲收获的小麦晒干阳净售给国家,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个,应该不会有人经历过了。 老师伟大门口,老德州儿童乐园每个孩子都梦寐以求的地方,德州学院旧校门。 德州旧貌全景,你能找到自己的家吗?八十年代的新湖东南角。八十年代的二中学生宿舍,八十年代的百货大楼百货大楼。 当时每个城市都有,八十年代的十三局路口看那时候的车,那时候的人,那时候的路。 八五年的德州火车站广场。八十年代三十八路依然热闹非凡。 德州市区内的第一辆公共汽车,有几个人坐过。 1959年的解放南路那个奔跑的少年,现在已经步履阑珊。 二十年代的第一辆公共汽车站广场。